今天要做一個蠻有趣的企劃 情侶的平常生活裡面應該都會看到對方一些習慣 請問你通常對哪一種習慣比較有印象 一人舉出一張 直接模仿 我跟你說不模仿你都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習慣 而且我跟你講 那種印象深刻的習慣通常是你覺得蠻討厭的 我們現在就來看情侶有一些很奇妙的習慣 我們就把它演出來 Let's go 首先由我來模仿兔妍的幻醒慣 第一個 睡覺的時候被子永遠蓋一坨 然後睡得非常長天 我保障給我被子 你不是剛剛才睡醒嗎 你為什麼現在又要睡覺 不要管我 我擺被子 來 你被子都蓋這樣啊 想要睡醒之後還是這樣 要折被子囉 不用折欸 來 請告訴我們兔寶第二個很奇怪的習慣是什麼 衣服都亂脫 很懶命的衣服 很懶命的衣服 好熱喔 好熱喔 好熱好熱 推來跳 超兔寶 你衣服又這樣給我亂脫 你每次都這樣 我現在就不幫你洗衣服囉 你幹嘛假裝好像很認真的樣子 你每次都這樣 你都看超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衣服有這麼難弄的 超煩的 第三個 跟前跟後就是不幫忙 你剛剛怎麼在那邊跟來跟去都不幫忙 我就是想黏著你 第四個 這東西 都會聽到生氣 好像有衣服看的 他的狼 超兔寶 衣服是我洗的咧 衣服已經髮繩了 超煩的 第五個 就是會吵著要抱抱 但是都會獲得清清 然後再趁機自己抱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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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我是要抱抱 不是要自己 是不是這樣子翻 很翻的那種 然後這個人通常都不會有反應 好來 剛剛狼現在模仿我這麼多 好像我真的確定很過癮 我現在就來模仿他 寶寶狼呢 到一段時間他都會在玩手遊的蓋狼 55克問他用手機的時候在幹嘛 他是說 你知道的 我在幫你賺錢啊 賺星星啊 我就來看 無時無刻都在蓋房子的樣子 寶寶寶在幹嘛 蓋房子了 洗澡囉 好 到我寶寶的地 你在幹嘛 你知道的了 又在蓋房子啊 沒了 走了 不要再蓋房子了 一下下就好 我們還會再關就走好不好 臭狼 你躲在裡面幹嘛 沒有啊 真的嗎 對啊 安安安安 整個我的小空間 你在幹嘛 你知道的了 又在蓋房子 給你鑽星星了 無時無刻都要躺 他的名言就是 能坐著就不要站著 能躺著就不要坐著 所以他最大的特色在家裡 就是無時無刻都躺著 哪裡可以躺就躺哪裡 我們先來看他怎麼躺 好累喔 臭狼 你為什麼一直躺著 很累耶 看我的腳 很煩耶 我來看完他的各種躺姿了 他就是 隨時隨地 無時無刻哪裡可以躺 就要有他躺下的足跡 另外呢 他躺的很奇怪的姿勢 各式各樣 最奇怪的是他的腳腳 有點不懂 為什麼有人腳腳會這樣 我們先來看他的腳會怎麼樣 搭配他的躺 OK 寶寶狼有躺著啊 好累喔 寶寶狼 寶寶狼在幹嘛 不要管我 寶寶 寶寶這麼奇怪啊 不要管我不要看 就是我們家寶寶狼呢 他無時無刻都會 預備要哭 就是不管我跟他講什麼 他都會覺得被責備 然後下一秒就要哭 我現在就要模仿他如何哭泣 給大家看 臭狼 你要躺著 寶寶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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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腳腳怎麼那麼怪啊 寶寶寶 寶寶 寶寶 臭狼 你又蓋房子 寶寶 寶寶 臭狼 它有一個習慣 就是叫做 以暴自暴 就是對於我的壞習慣 它就會用 以暴自暴的方式來對付 剛剛他不是有說我衣服都會亂刮嗎 我現在就來展示他如何 以暴自暴 對付這些衣服 寶寶狼 他剛剛幫我刮外套在旁邊 臭兔寶 你衣服又這樣子 就給你這樣掛 這樣掛有沒有 臭兔寶 以後衣服我就這樣給你掛 好啦 上述就是情侶們之間的一些 小習慣 但通常是我們很受不了對方的小習慣 是不是很多看了都覺得超煩的 我覺得超煩的 那你覺得我最煩的是什麼 就是以上上述的習慣 都麻煩了 就是這樣每次都抓無辜啊 做錯事只要好可愛就沒關係 對只要好可愛就會沒事喔 大家學起來 那我覺得最討厭的是 蓋方 你說我給你雙星星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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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下面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情侶們之間的 有趣的小習慣 好囉 就這樣囉 黑狼說掰掰 你下次再見 你們看 對